各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文憲,今天第一天和大家見面 今天說的話題是想和大家說一下上個月21日 東方航空一架飛機在吳州墜毀 對於這個空難,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它的來龍去脈 而這段影片最主要是說說我的個人觀點 以及我覺得將來這件事件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首先我簡單介紹一下這架波音737-800的飛機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有6.8年的機靈 機上一共132人,123個乘客和9個機組人員 其中有3個屬於駕駛艙內的駕駛員 正機長是1990年出生的楊洪達 她今年剛剛32歲,有一個女兒,女兒剛剛滿一歲 而她的總飛行時數只有6700個小時 但是很奇怪,在任何的官方網頁 所有媒體,她的背景都是不長的 她是屬於現在在國內的飛機師裏面最年輕的一批 而她的父親也是一個資深機長 至於這個第一副駕駛員,叫張正平 她1963年出生,今年59歲 但是很奇怪,這個張正平 根據她的飛行紀錄,以及她的背景 都是極之有經驗的 首先我講講,她第一,她是有五星機長的銜頭 她的飛行時數,一共多於31,000多個小時 哇,很厲害 她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飛機培訓員 她的意思是,她是培訓機師 一共有40年的經驗 她差不多是在1985年開始 就已經是做飛機師了 可以說,在國內所有的飛機都差不多 插勻了 以及根據資料顯示 所以這個政機長楊洪達 正正就是張正平的學生徒弟 至於最後一個就是第二副駕駛員 她也是一個觀察員 她的名字叫毅公圖 今年26歲 她的飛行時數只不過只有556個小時 是很正確的 所以她應該就是一個學員 學習將來怎樣做飛機師 她是一個江蘇的嚴城人 她是在安徽讀完她的大學 而且在上這班飛機的前一晚 即是3月20日 她還跟女友拍了很多的櫻花相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 也可以上去Google搜尋 這個雲南昆明 3月份櫻花盛開 她跟女友拍了櫻花之後 放在微信的朋友圈 好了 現在介紹完三個機師之後 我就從這個當時的天氣 以及各方面的分析 當時的天氣是非常之好 最多都是說有雨 但如果大家知道 飛機是在雲層上高飛的 所以雨是絕對不會對這架飛機造成任何影響 而這架飛機只有6.8年的機靈 也是一架很新的飛機 身體也很好 而當時她去到吳州的時候 聚位的時候 完全是沒有發出任何求救訊號 當她向下聚的時候 是幾乎達到音速 大家知不知道 音速是每小時幾多公里 答案是每小時1224公里 而當時這架飛機 由向下聚落的時候 是在用每小時966公里下聚 所以已經是接近音速 當飛機接觸到地面的時候 整架飛機粉碎 然後燃燒爆炸 令到地面上留下一個二十米深的坑 大家想想 二十米是差不多五層樓那麼高 多可怕 所以當大家找的時候 只可以找到一些人的小量身體組織 基本上真是化為灰準 在網上高也都流傳了 說這個張正平 在起飛前寫了一封遺書 就說我要下去了 我到底會去天堂 還是會去地獄 所以由此可見 我覺得這一次的飛行意外 有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二十 是人為自殺 这是我个人观点, 希望大家不要多心 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有留意的话 也都知道东航去年是亏损多于一百多亿 大家也应该知道东航吞并了云南航空 而云南航空以前是一间盈利很丰厚的航空公司 因为大家都知道云南省是一个旅游大省 而当东航吃了云南航空之后 而他亏损, 年年亏损 他为了开源折楼, 他会打压机长 在机长和机组人员的人工做手脚 即是黑扣他们的工资 根据现在国内的资料显示 这个副机长, 即是张正平这个机位 他的人工只不过是15000到25000 而正机长这个杨洪达 他的人工是由50000到60000 至于这个张正平, 之前我介绍过 他是一个机长的培训员 即是老师 大家可想而知 你如果一个飞机机长 是50000到60000 那你做一个师傅 是否起码应该有7000到89000 但是为什么这个师傅 现在的名称 会变成第一副驾驶员呢? 人工呢 由以前的700万 变成一万到25000 如果作为一个平常人 你是一间公司 你给你老板抖冬菇 以前拿开10万 突然抖你下去, 拿了2万 你的心理会不会平衡? 所以呢 今次的凶难 我觉得人为是90% 而且我的分析 张正平作为一个师傅 现在陪着这个杨洪达 是他的学生 你心里面 平不平衡? 绝对不平衡 还有一点 你大家都知道 国内是非常贪腐的 那为什么这个杨洪达 能够做政机长呢? 可能啊 这个张正平 其实这么多飞行时数 都是帮着这个杨洪达 完全是由这个张正平去驾驶飞机 而这个杨洪达只不过是挂个名 来拿这份工资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 在国内都是这样的 只要你懂得人 你就可以上位 你不需要自己有真本领 人家就会帮你安排一个 很好的位置 去拿很高的人工 至于对于那些有才华有能力 而又被人骑着的 他的心服不服气? 所以到最后 我得出一个结论 大家都明白 我也不多说 我在这里 向其余的死难者 作冲心的墨外 好了 今天我说到这里 明天我会开冲 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我会越说越好 希望大家支持 多谢